好,厲害了快勝檔 今天就講講一些心態的課題 做生意或者做人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字,叫做決斷 其實有一句相信大家都聽過 就是出得來行就預了要玩 什麼意思呢? 其實如果自己出得來去搞一盤生意 不論你做任何的行業 或者你去做一個銷售、招募 或者團隊管理的話 其實如果你出得來玩的話 你要預了什麼呢? 第一,你要預了要面對很多的變數 即是新鮮、新鮮、新鮮、新鮮 即是這一刻就不同了 第二個你要預了是什麼? 在變數之下就會衍生一大堆的挑戰 即是說一時要這樣 一時要處理那樣東西,對不對? 不過最近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預了 你之後的時間你會遇到不同類型的人 尤其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團隊建構 不過在銷售上一樣出現的 就是說你做銷售的時候 你會遇到不同類型的客戶 你做招募的時候 又會遇到不同的 prospect,對不對? 而你建構一個團隊的話 更厲害了 說一百幾十人的時候 一定裡面有不同的人 包括不同的 Team Leader,對不對? 所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狀況是無時無刻 何時何地都會出現的 即是不是因為現在的疫情 或者經濟環境 就算太平盛世都好 其實只要你出來做生意的話 你一定會面對這些東西 就是一些變數,一些挑戰 或者不同類型的人 所以出得來行 預了要暈 而人心肉做的 即是很多時候 面對挑戰的時候 一個人可能會有些情感 有些情感 包括憤怒也好 恐懼也好 焦慮也好 其實很正常的 只不過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營商者的話 就永遠記得 冰家的第一大忌是什麼? 就是千萬不要讓你的情緒 主宰你的腦袋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會距離一個生意經營者 一個創業者 是差得很遠的,OK? 但是那怎麼辦呢? 又出來面對這麼多事情 又說不可以程碎決定腦袋 那你呢? 怎樣令到你自己 整個人穩定一些呢? 那就是 第二口罪的課題 就是 你有沒有去幫自己 設定一個最好的期望 和一個最壞的打算 何謂最好的期望呢 那你會記得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 你當初選擇去開創你的事業 其實你一定是 是建基於一個良好的動機 就是 你無緣無故 你選擇去 由一個穩定的工作就業市場 去選擇去加入一個創業行列的話 你究竟最初你最好的期望是什麼? 你是不是期望自己可以更好的收入 可以拿到一些自立 可以拿到一個更快速的發展 可以拿到一些自我肯定的其他東西呢? 你真正去追求的有甚者 譬如你去到MDLT、COT 你其實最好的期望 是不是為自己可以拿到一個新的突破 拿到一個更好的 或者自己或者家人 一個更好的生活質素 拿到百萬年薪 拿到一個更長遠的發展或者貢獻呢? 有甚者的 如果你想去建構團隊 成立分行分區的 你是不是有一個更遠大的追求呢? 就是想建立一個專家顧問團隊 然後有一個更大的貢獻 更大的貢獻呢? 這個是不是你的最好的期望? 人生如果你做一件事 你缺乏了一個最好的期望的話 那你很大件事 你就失去了一個初心的動力 所以第一件事 你永遠去問自己 究竟你最好的期望是什麼? 而去令到你今天或者之前做了這個決定 那做完最好的期望 下一個就是做最壞的打算 那何謂最好的打算呢? 即是有時 出得來去做生意的話 不如你每天來點負能量好過 那你不如認真想想 究竟如果真的出問題 可以差成怎樣呢? 即是 你假設你做一個銷售面談的時候 你準備見一個客戶 其實你有沒有想像 那個最差是怎樣? 最差是 那個客人 嘔嘔嘔 嘔嘔 最差是 那個客人 即是不同意你的說法 最差的是他不買 最差的是他很討厭你 然後拍檯拿粗口罵你 或者他看不起你 還是什麼呢? 如果你在做招募的時候 究竟最差的情況又是什麼呢? 即是他又不入職呢? 還是他直接不喜歡你呢? 或者他在外面唱衰你呢? 同一個事情而已 你去帶一個團隊的時候 你最差的打算是什麼? 你覺得那些團隊是怎樣? 即是 不認同你 不跟 學了不懂 還是他在暗口罵你呢?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最壞的打算 對吧? 那你不妨給自己想盡點 反正也是 然後你就問問自己的問題 假設如果真的一個最壞的打算出現了 客人不買了 究竟對你整個生意或者事業來說 是不是一個致命的東西呢? 即是說簽不到這個客人 是不是會沒有飯開呢? 請不到這個人 是不是代表你起不到團隊呢? 你的團隊裡面 這個人不聽你說 或者跟你合作不到 代表你的團隊要瓦解呢?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根本就不是 第二個就是 有一個問題出現 是不是會令到你 衰了不止衰了 還是永不翻身的呢? 即是以後都簽不到單的 這個客人轉單我 這個聘用不到我就 以後都請不到人 這個團隊不聽我說 以後所有人都不聽我說 是不是真的淒涼到 是永不翻身呢? OK 第三個的 你已經問問自己了 就是 其實就算他跟我說 說他不買 他現在不簽字 不入字 或者他不做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是否反映著 即是他不同意 即是你錯呢? 那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不是的 所以我經常都建議大家 不如你想得 黑暗些 你想盡它 你想一下 但所謂最壞的打算 其實衰衰得去哪裡呢? 那往往你會發現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你在做銷售上面 做招募上面 或者做團隊領導上面 你很多時候的疑慮 往往不是真的 想像之中 這麼大的問題 而很多時候恐懼 最大的源頭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恐懼本身 對不對? 不過我有一個 最壞的打算 我分享給大家 這個真是見面 就是什麼呢? 這個恐懼是真的 就是 如果你因為 之前我說過的 之前那幾個恐懼 即是你很擔心 任何一個客人的反應 任何一個recruit的反應 或者任何一個team member 在任何單一的時間的反應 而令到你最後確保 什麼都沒有做 即是只有恐懼 焦慮了 又不敢試 又不敢做 又不敢說 有一個事情一定會出現 那個最壞的打算 就是 你會經營你的生意 最後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 客人又簽不到 recruit又請不到 隊又帶不到 最後 時間的問題 一定是一個創業和生意的平台 一定會失敗 這個就是所謂最壞的打算 這個由於自己 情緒決定腦袋 承建決定判斷 就會令到自己 其實明明做到的事都做不到 這個就是最差最差的 所以各位 你有沒有做一個最好的期望 和最壞的打算 OK 好了 斟住這件事 我再說兩版給大家聽 就是其實 如果有時候有一個 你不要以為最壞的打算是不好的 有時候最壞的打算對你有一個幫助 我給大家一個最壞的打算 其實很簡單 你作為一個銷售者 你不如做一個基本的設定 最壞的打算就是 其實根本 預料外面普羅大眾的客人 根本就是不知理財收益是什麼 不知這些產品是什麼 又不懂又不買 你們預料在一開始就不會先簽 好嗎 如果你在招募上 你做了最壞的打算 你預料的人是什麼 就是 安於現狀 不是好有大的期望 對這行不認識 很多的疑慮 你先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好嗎 第三個 如果你帶隊 不如你做了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其實這些團隊很多時候都是什麼 踢一踢先 動一動 自己就要別人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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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會自動波 OK 有很多事情都不懂 不如你做完這些最壞的打算 好嗎 但是如果你能夠 真的Fall in my line 每天來點負能量 你已經打好這些底了 OK 有了最壞的打算 但是你沒有放下你最好的期望 那你就行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做了最好的期望加最壞的打算 你就會知道 其實當我自己決定了去發展我自己的生意事業 當我決定了去建構我自己的團隊的話 我不達到我最好的期望 一定不會收手 因為我本身是放下我以前一些穩定的工作 我放下我一些機會成本來玩 如果你有最好的期望 你每一天起床 每一天去經營你的生意 你一定是在向你的好的期望進發 但是同步的 由於你最壞的打算 你預計了一些人 是不會明白 不會簽 不會有Ready Buyer 不會有Ready的Recruit Prospect 不會有Ready的Team Member的話 你自己就會去 把責任放在你自己身上 你就會去找方法 怎樣令到你自己的銷售能力 是做得好一點的 當你的招募能力做得好一點 當你預計了不是每個客人都會簽 你就會找多些客人 當你預計了不是每個人都會有 最後做一個事業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去找多些Recruit 對嗎 當你知道不是每個Team Member都會成長的時候 你就會不停去吸入新的人才 然後去提升你的學習能力 整件事就是在說這些 所以你要問你自己 當你自己有最好的期望 最好的打算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你有一個清晰的理想 你又預計了外面的條件是不Ready的話 其實你就會明白 你真正能夠去提升和改進的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就會自力去做好你自己可以做的事 提高你自己三個能力 一個是什麼呢 辦事的能力 第二個就是你的分析的能力 而最後第一個就是你的意志力 所以做人做生意最重要是決斷 而決斷的源頭就是有最好的期望 最壞的打算 OK 有一件事現世很殘忍的 就是什麼呢 歲月不留人 其實大家一邊走 做生意一年三年 這樣走下去的話 沒有人會等你 對不對 而這個結果就會見真章 如果你真的想去經營本生意 經營得好 或者做人做得好 那一定要有三件事 那哪三件事呢 第一 一定要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念 就是說你自己是明白到 你現在做的事是所為何事 你追求的是什麼 而你有什麼的信念 價值觀 願景 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 我經常在口邊今天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決斷的能力 你面對一些挑戰 面對一些衝擊 或者面對不同人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很快做到一個決定 知道什麼是對的 知道什麼是錯的 知道什麼是錯的 知道下一步是怎麼做的 而不會在這裡磨磨捏捏 在這裡不斷 怨天怨地空空虛 或者過去把你的焦點 放在一些uncontrollable那裡 而你是專心去確定 你自己是應該做什麼 包括什麼 做什麼 不做什麼 拿起什麼 和放下什麼 這就是你的決斷 而第三個當然就是你的執行力 就是你當作決定之後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 你是不是有一個好的習慣 去把你的想法和策略去execute出來 這就是不可缺少的三件事 好了 最後 建基於前提之下 其實我們自己 人生是很需要什麼呢 就是不停去鞭策自己 其實人生 沒有人可以摸倒你 或者人生不是其 鞭策你不是人家的責任 說真的那句 是你自己的課題 對嗎 那你怎樣去鞭策自己呢 那你就要問你自己三條問題 在不論面對什麼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第一條問你自己 就是你的初心是什麼 究竟你最初去開展你一盤生意 開展你的事業 你真正追求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倒手沒有 你成功沒有 這件事對你重不重要呢 是不是排第一 第二個 去鞭策自己的 就是經常要去檢視 檢討就是 你自己其實在經營你的業務上 你有沒有什麼原則 有沒有什麼理念 這件事尤其是在團隊建構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遇到不同性格 能力背景經驗的人 可能他自己 會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 即是既定的立場 或者有他既定的思考 但是如果你只是 目的為了討好 不同的人變好 你會進退失據 你不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一個方針 一個堅定的策略 一個願景 其實就是靠你作為一個領導 你自己的思慮要很清晰 你的經營哲學要很清晰 你一個好的發展策略 或者原則 去帶動著大家去做 如果不是 你就信得過程失數二 你全場只為了 息事靈人也好 或者滿足別人的期望 你永遠都 You can go nowhere OK 第三個 你一定要去鞭策自己 就是什麼 你要問你自己 你每一年 你有沒有智力去提升 你自己的知識能力 和經驗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有海外教主 說口號 誰都會說 但是真正去進去 去做一盤生意的經營 真正做一個銷售 真正做一個事業的策劃 真正做一個團隊的管理 真正做一個團隊的架構 或者策略分析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智力去提升 令到你自己真是專業的 企業化的 系統化的營運 還是你自己原來都是抱殘首決 或者無意識地用你過往的一些 所謂的習慣 或者直覺去做事 這三個是否你不停去提升自己的事 所以 真正做生意 你要有決斷 你要有的那三個力 辦事能力 分析能力 以及意志力 而這就是你真正帶動你成功的事 It's not easy but it's worthy 那個概念就是 用心做人 專心做事 就是說你真正做人是要用心的 初心是你所有事的源頭 但是當你真正做事的時候 please 你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你是有principal center 你是一個原則指導的 你是一個策略主導的 而不是一個情感或者關係主導 往往這一個是你和你的團隊 能不能夠長要發展下去 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在我們的世界其實都是說這件事 就是說 去做M 即是入得一個行業 如果在理財策劃界別 你真正追求的東西 所謂的一個更豐盛的收入 work life balance 持續發展 這個就是MDRT COT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玩大一點 你追求的是early retirement 增收入 起生意 創資產 你想帶來更大的貢獻 做就更多人的成功的話 那整件事就是一個BMDD的水平 但是我要肯定告訴大家 這條路易不易走 當然不易走 會不會坐在這裡加入了行業 自自動動就會變了 當然不是 中間的就是面對的就是變數 面對的就是一大堆的挑戰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人 所以真正的成功 不是說我告訴你 有什麼客戶派給你的系統 不是純粹是職格管理系統 或者不是一兩套話術 其實更加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智 你的Mentality 你自己的策略 你自己的意識形態行不行呢? 往往是個關鍵來的 而這個就是我們跟著下去走的東西 就算一個中小企一樣 你由一個專家 變成一個小檔的經營者 至一個中小企 至到有甚至走到一個企業 其實最重要的 都是你的決斷力 你的分析力 OK? 所以各位 想清楚了 就是說你自己 如果真的正常發展你的事業 就著剛才說的三件事 你想清楚了嗎? 你會不會有時候做到迷失了 不太知道為一些泰圖而戰 或者為一些感覺而戰 還是你自己有一個清晰的理想 再加策略 再加執行 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一個系統化 企業化、專業化 正在下一個很清晰的 business model 一個發展路徑的經營 你的事業 往往就在三年之間就會分到出來 可以嗎? 這個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再說一次 一個好的創業者 是決斷而不妄狀 何謂決斷而不妄狀 決斷不是代表那個人不害怕 其實作為一個創業者 每一天都活在恐懼之中 但其實為何恐懼都會做 因為他本身清楚自己的追求和期望 而他已經做了最好的期望 最壞的打算 所以令到他最後一無所舉 而不是說好像是妄狀之徒 只是不斷相信 然後不思考 沒有分析 然後突然衝出去 最後一地都是 陷自己和身邊的人的生活福祉於不顧 就是妄狀 所以真正做一個創業者 企業經營者 是一個很實在的過程 但是心智鍛鍊也是非常重要 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我們的MDRTCOD計劃 我們的兩年創、四年創的計劃 繼續如火如荼 我亦會推出第三、第四套 就是接下來的時間 如果想了解更多我這個發展的理念 或者背後一些元素 或者一些過往經歷的軌跡 就是登入我們的XLite Development Fans page 我們有商業的連結 帶著大家去 有一個傳送門 我們相關的網站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會看到我們很多 一些真實過往的分享 這些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也希望 我們有一個黃金三十分鐘 我們的會客室 可以直線和大家有一個親身的交流 你和我分享一下近況 分享一些看法 我和你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然後看看你的發展策略是怎樣 這些不多說了 上我們的網上平台都會看到很多 希望大家一起共勉之 做人、做生意 最重要是決斷、做多 做最好的期望、最壞的打算 Get Yourself Ready 好嗎? 好 今天就談到這麼多 之後再和大家探討更多不同類型的話題 好嗎? 好 之後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